我是Jong Chun Karei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又回到中國景天大飯堂 不過要先找阿水進來 為什麼呢? 阿水 阿水哥 不要顧著 蹦下拍攝 不可以叫阿水哥 因為我要回覆一個留言 來自Kalho21 水爺很紅 當然紅 所以現在變成我們的吉祥物 水爺 多一句 非常之 水爺 你是不是想看? 我特意給你看 你不認識的 這個你認識嗎? 是 吉祥物 吉祥物 有他在就行了 好 他非常感謝水爺一直以來的支持 所以我們也馬實他 有空他就會跟大家介紹 謝謝水爺 先說這個 德哥在那邊說SHF和珍骨丁 其實之前也有一個叫做警察也好 你猜不猜也好 就說珍骨丁已經去到第100號 即快到 究竟第100號是哪一隻? 其實真的開盤也挺過人 現在他還未開 他開到98還是99 98 98 究竟100號是哪一隻? 有沒有心水? 我沒有玩開 我坐在這裡聽你們說 珍骨丁沒有開 完全沒有開 我不玩特攝 我也不敢猜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我想說一下 我聽到太多人說 譬如說出珍骨丁 牧群泳智那隻 出珍骨丁那隻之後 其他人就在這裡說 出SHF我不買 等他出珍骨 給自己一個藉口 買小東西而已 也明白的 這句我聽很多 你明知道其實不是光是BANDAI 其實很多生產商都是這樣 出一個IP 出一個普通的 然後你都知道 他一定會 好像塔卡拉 我們熟的那個 你明知道他一定會轉色 等一等 你還可以 你等不到 我等不到 明天去拿 我最鼓勵等 為什麼呢? 你不一定全部都要買光 你覺得不合心 所以就等一等 這些就是明智的消費者 我是失智的消費者 錯 現在就是說 譬如SHF為例 每個人都在這裡 一出就在這裡說 SHF而已 我不買 我等 等要出珍骨丁我才買 你又難保 珍骨丁之後 他會出一個叫做珍珍骨丁 假骨丁 珠骨丁 珠骨丁 然後他可能再靚一點 再仔細一點 你難保他真的留有一手 每次都是這樣的 任何廠商都是這樣的 大的又是這樣 小的又是這樣 他必定是鑽色又鑽色 你買換他的時候 究竟你是一出 我説是充賢 不是充賢時點 是充賢貨 你究竟是充賢 還是我明知道 他接下來有一個更漂亮的版本 又或者是有一個不同的顏色 我等到他那一隻出 我才買 其實我想重點是 你對於那個角色的愛去哪裏 是的 每次都買 雖然現在說珍骨丁 或者SHF Mighty Strike Freedom 夠出超合金 我就不買 我覺得他一定會出MB 那為什麼我不等MB才出呢 畢時你一買回來 我又不是說對Mighty Strike有特別的愛 或者特別的恨 但是我覺得我不值得買 一定會出一件很精彩的作品 我不會再拿著超合金去肥 但那個MB可能等一年或以上 這個OK 可能不用的 好像上個星期 他都未見街 就已經告訴你下次是Turbo 嘩絕 這個 很少可以這樣銷售 對我們好 Bandai對我們好 但是Turbo 始終是有些 腳刮狼不同了 是啊 就是 我喜歡那個多一點 那我就不用買Red Shoulder 那你就棄權這一隻 但是那個又沒有Red Shoulder 但是我自己 自己有 我就是覺得我夠了 Red Shoulder夠了 家裡已經有很多隻了 Turbo好玩一點 那就等Turbo 其實我都真的等Turbo 未必入 除非很便宜 即是Under 這個機會很少 你Under一千元 我就會入Red Shoulder 那我經常有一個不解之謎 譬如在商言商 他這樣叫做 升一個檔次 再出同一個IP 究竟他是自己 搶自己生意 還是 這個真是很問題 究竟是兩個不同的Market 這個真是很問題 尤其他出哪隻 不出哪隻 是一個謎 我們真的想不到 為何他先出這隻 為何這隻又遲遲不出呢 為何這兩隻相近的出源又出呢 例如裝甲騎兵 Bandai差不多在兩三個月 同一時間出了 一比三五 無形 然後又出 為何這麼短時間內 自己打自己 無從稽考 他是不是想把裝甲騎兵的IP 是嗎 我知道為何 為何 大聲一點 有麥克風 大聲一點 如果進來也行 你不用看著 對著麥克風說 他們應該 那麥克風在這裏 他們應該是 拿拉扇的 拉扇有期 但Bandai Sunrise自己拉扇 也要拿的 左袋右袋 前Bandai高層是比較方便的 都是分開公司 部門也是分開部門 你那時是什麽部門 Marketing 我是Premium Bandai Premium Bandai 所以變相 拉扇取回來了 部門自己就開發了 無形部門就是開發無形 自己繼續搶三分堂 三分堂 玩具那些 其實是分開做的 他們兩邊都不會聊天 我正在搞我們不要搞 不會的 直接是競爭關係 所以這個永遠是 跟媽媽不同的小孩 小孩自己都在爭吵 我出得多些 所以你見有時候很有趣 同一個IP出的時候 無形換句 現在裝甲騎兵就是 全部同一時間出的 我常常都會的 譬如你喜歡裝甲騎兵 你會不會買齊 就是模型 最初一會 問題就是初入坑的時候 會的 買得很心急 甚至追回舊的 但你玩了十幾二十年 二十幾三十年 很多 譬如裝甲騎兵 差不多每一個比例 每一間廠出的 食換你有沒有買到 之前的食換那隻 即是核彈那隻 出過很多隻核彈 哪隻核彈 STM 即是以前 那個反而沒有 那個反而沒有 那個你反而沒有 沒有買齊 但我現在是想翻追 我有一些想翻追 那個你想找回 是呀 竟然 高質 那隻很高質 已經買了一兩隻 但是當你家裡每一個比例 每一間廠都出過的時候 你要再去買一隻新的 要很有理由 是的 我自己覺得 是的 那 譬如今次 Bandai的 High Metal R 就是因為它的關節 都是 這個真是登峰操 即是比過往每一個品牌 出過的都休息 嗯 但是呢 我都不想買 即是我也不想買 所以我就 明知道是Turbo 因為我不能夠再用 不能夠再排這麼多隻 在家裡 還有你知道這兩隻是很相近的 那你家裡就改名了 裝甲騎兵尿司任 是的 其實已經是在地了 由卡洞改成 已經是在地了 改成Wattom's Loan 是的 真是一個洞 所以你都可以選擇 還有說真的一句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後悔的 這些系列 正常來說 如果後悔的 找回都不是太難的 回到Square One 我們講開SHF和真骨丁 其實都真的可以 講回 我覺得現在的SHF的質素 其實和真骨丁 都不是太大距離 這個也是 譬如最近 剛剛那隻 異變什麼什麼什麼體 的蘇卡拉達 還剛介紹那隻 高質 已經是很拍得住真骨丁 他硬 譬如你把早期的SHF 和現在的SHF 當然是相差很遠 和真骨丁 簡直是兩條街 但現在他推出的 已經是很類近 怎樣再去分 這個就是SHF 那條欄 這個就是真骨丁 那條欄 分別在哪裏 沒有玩開 所以我 最初真骨的賣點 最初就很有分別 很有分別 最初 不只是說外形 他就說把皮套探測完 再配合人體的結構 而衍生出來的高階產品 不過這個又有什麼 譬如我用一隻做個例子 蒙面超人Black 他最初出的那隻 最初我買的SHF 是很幼的 但當時擁有這隻 已經覺得很漂亮 但是它是很新的 接著他就出了Version 2 Version 2 哇 漂亮很多 但是他還是SHF 接著現在出真骨丁 當然那些用物料 你不要理會 但是身材比例 是再漂亮一點的 同一個IP 已經吃了你三次錢 但是你三次都 那些人路扔錢 你扔完錢之後 說錯一回事 有沒有出過莊著 你們說這個 有 有 我沒有說 我都知道 整件事搞不定 其實真的 吃你四次錢 那你怎麼辦 莊著那個我當年也有買 就是裝著那個 你脫掉所有的甲子之後 那身材料很奇怪 那身材料很奇怪 最清晴的 這個 這個 但是也是那句 有時候 早買早響了 遲買節省幾舊 這些就是至理名言 好像窩靠 我怎麼都要等 等到出的 最主要是 某些產品 可能不是這個案子 最主要是裝有劇兵 我知道 我就算要翻追不難 對 所以 所以 也是 適除專辯 你喜歡等 就等到你自己喜歡 那條線出 你才買就行 如果不是 心急 不過很誇張 我是不是都買了 也可以 只要給錢 變成很有 總結一句就是 結果一百毫里 你猜哪一隻 我猜哪一隻 我希望是 我自己就希望是 the first 或是the next 因為他都真的 說拉打的設計 我暫時 sorry sorry 無敵 沒有一個可以超越到 出淵如 真的 如果馬上說完這句 我和你賭一頓飯 多數不是 我請問你 這個都是我的wish list 待會見 我做什麼呢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由以前作為一個觀眾 去看 Toys TV 到現在可以成為一份子 一起去做 Toys TV 固然之是開心 那麼多年來 做了那麼多一件事 我想 真真正正 現在會感覺到 很單純 和很清傳一般的喜悅 就是 可以和大家一起在 Toys TV 裡面 說說玩具的事情 希望可以將這一份的樂趣 每一天和大家分享 一天都有 Toys TV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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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